皮諾縣政府文化處邀請插畫設計工作者劉瑪麗返鄉舉辦創作展 雲美籍攝影師Ryan Lieber即日起至9月1日 在皮諾美術館201市共同以公路旅行 他的舒適圈 我的新境界 展出水彩插畫及攝影作品共26幅 因為我們這個展覽的英文展名就是Frontiers 它其實直接翻譯是講邊疆邊境 但是其實它一直在美國人的這個文字 這句話的用法其實是要突破你的舒適圈 只要是不是你舒適圈的範圍都可以叫Frontiers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我們把我們遇到的Frontiers 跟我們覺得不舒服跟我們遇到的挑戰 我們把它畫出來跟拍攝出來 然後讓大家來這裡看完之後 希望你們也可以去找一個你們從來沒有嘗試過的事情 或者是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劉瑪麗從小就愛畫畫 是個左手拿畫筆 右手過寡 數作平面的插畫與設計工作者 目前因電影美術的工作經常往返東亞國家 旅居泰國 美國等地 Ryan的足跡則踏遍50幾個國家 有豐富的計時作品與經驗 他本身是一個國際攝影獎 叫IPA的常任評審 那他自己過去也曾經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過 一些就難民教育計畫 那他也長期其實一直關注在卡清 算是泰國跟中國邊界的一個獨立的 這次的作品是兩人開著老車跑了美國六個州 對從旅居各地的Ryan來說 這段臨時睡在車上 睡在帳篷裡 偶爾爆胎 偶爾迷路 或是在風雪中換雪鏈的旅行 完全是舒適圈 而台灣土生土長的插畫工作者劉瑪麗 則是無法接受旅途中 不在掌控與預料之內 這一路上考驗著他們對彼此的信任度 最好玩的部分其實是在於 我們其中一趟旅行 那張攝影作品 然後是我們在北加州的紅木國家公園 迷路了 然後其實那一段路程 他覺得那段路程是我們最不舒服 然後也是最挑戰彼此舒適圈的時候 那因為兩個都迷路 然後我們其實 要因此更去相信對方說 相信對方的判斷 或是相信對方的決定 Ryan與劉瑪麗透過攝影鏡頭與誰彩插畫 紀錄兩人的探索之旅 兩位作者以東西方不同視角呈現作品 期待觀者在欣賞作品的同時 也傳遞著每個人都能保持信念 突破Frontier 評論新聞張如因 張志豪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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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